各位同学,灯笼大家就见得多了 但是牛皮做出来的灯笼,你有见过吗? 没见过的话,就听听先生是怎么说的 我们中国有两个节日是很喜欢挂灯笼的 这两个节日就是元宵节和中秋节 将灯结彩,艺众逢乐 有时还会在灯笼下面挂灯笼 上灯笼的人也会猜一下灯笼,更加高 我现在先出的灯笼给大家猜一下 得一以神,字一 加个一字上去,就可以成为一个生字 那你说原来那个是什么字呢? 没错,有人猜到了,就有个牛字 今天已经是牛年了 佛山的灯笼文明于世 而灯笼的发展来源于灯笼 旧时的灯笼行又叫做通名行 相传佛山的文明里因此得名 那时候佛山有两家很有名的灯笼世家 一家是邓氏家族 另一个是绝文明里的吴氏家族 那现在祖妙门口挂着那对灯笼 就是出自吴球之手 那佛山传统灯笼有什么特色呢? 四面玲珑,就彭竹枝 通名光亮的燕花文 通名光亮 就说这些灯笼透光,透光性很好 好,佛山的灯笼都是用竹笼扎成一个骨架 那外面就用棉纱、薄纸、丝绸 那些轻质的东西,被光透出来 如果用牛皮来做灯笼,光都透不出来 那怎能叫做灯笼呢? 而广东人就很幽默 说人是牛皮灯笼 究竟是说他什么? 两个意思 一种是牛皮灯笼,怎样都不明白 专门形容的人做事情不开窍 就是说脑筋不会转 人家怎样碰它,他都不明白 另外一个用法就是说牛皮灯笼的肚里面 这个意思跟前面有点不同 说的是表面上这个人装傻扮 其实是心知肚明 好像灯笼那样,心里面有火 只是透出来而已 先生说完,大家又明白不明白呢? 不明白的话,我们就扮给你看 阿枫,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打算表起灯笼去,然后走通制 你用这么厚的牛皮纸做灯笼,那光怎么透出来? 那用牛皮纸,那不如用卡纸吧 用卡纸?那你真是牛皮灯笼,怎样都不明白 你觉得是牛皮灯笼的第一种用法 下面再看看第二种用法 阿枫,你看我的灯笼漂亮不漂亮? 挺好的,是不是你自己做的? 又说用卡纸做的? 卡纸是用在里面撑开骨架的 你别以为我真是傻,这些东西我都会做的 那你还会不会说我是牛皮灯笼? 你还是牛皮灯笼,不过就另一种解释 你叫牛皮灯笼图中量 阿嬌还是没说错的 仍然是说阿福呢,是牛皮灯笼? 那是说他什么? 是说他表面看来好像猛闭闭 其实心里面好像灯笼里面的火苗一样明明白白 那一句牛皮灯笼就两种用法 一般是以第一种为科技的 是说人怎样啟发他,他都不明白 不说得更严重一点的话 还会说他是牛皮灯笼,就是游黑漆 在牛皮灯笼上面游了一层黑漆 那我恐怕他连一个光纸都透不出来 那你说这个人是愚蠢得怎样? 今天越讲越得意,就讲到这里 下堂坊我们会有很大的甲马随街跳 真的,各位托,千万别走鸡 在这里 中文字幕提供 - 防止各种病发症 医太轻,每天一粒正确降压 - 润都明同志愿 - 这边是拔山电视台的新闻综合频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